诶,大家好,我是Vincess温修斯 你是...哦,来看我片的观众 上一集呢,给大家介绍了FBB穿越机的种类 没看的朋友,赶快去看一下 不然这一集的内容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穿越机的构造 以及它的工作原理 因为穿越机比较危险 所以炸机是常态,故障也是常态 所以要打好基础,把原理搞懂了 以后遇到各种问题都非常好理解和解决 就像火箭的原理很简单 学会了谁都可以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教唱歌的系列 很多人都以为唱歌很高声 其实去掉一些玄学的东西 唱歌一点也不难 看了我的教学,大家都会唱了 那一集已经160万播放了 看看今年有没有机会破200万 穿越机 那么我们课程开始 我要去哪 我之前有讲过啊 要飞穿越机要有三个大部件 一个是遥控 眼镜 还有穿越机本身 那么穿越机里面呢 就包含着非常多的部件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讲 这些部件的关系 以及它们的作用 穿越机本身包含 分电板飞控 图传 接收机 电条 马达 机架 哇,听起来好复杂啊 我知道你能记住的只有马达 其实还有螺丝啊 电线啊 螺旋桨啊 这种常识性的零件 哦,还有天线 这些都不懂的话 你可以去看天线宝宝来学习一下 现在我从逻辑的走向 来给大家解释 这些零件的关系 不管你有没有基础 只要你有常识 认真看完这一段 你肯定就会理解它的工作原理了 就好像英语里面 你懂了识怎么说 你就可以用英语说所有十的倍数 电池是能量的来源 插上去 就好像电脑插上电源一样 可以开启无线的欢乐 但穿越机呢 通常没有开关 只要插电池 直接就开机 这里我只是做个示范了 我先把它拔掉 这条电源线呢 直接通向最下层的分电板 Power Distribution Board 简称PDB 分电板再把电流分配给 四个马达和它上层的飞控 其实分电板和飞控呢 也有二合一的 也有多合一的飞控 今天我们是以这种分离式的来举例子 先说飞控 全称飞行控制板 Flight Controller 简称FC 正如其名 它是无人机的控制中心 飞控管着两个主要的系统 并给它们供电 分别是图传系统和接收机的系统 图传 全称图像传输系统 Video Transmitter 简称VTX 它结合摄像头 把画面通过天线发送给眼镜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飞机的视角了 其实图传系统很简单 它只要有通电 它就可以工作 所以它不一定要连在飞机上 你也可以把图传装在其他地方 比如 接收机 Receiver 我这个接收机有点看不到 就是在飞控上面 小小的金色的这一块 接收机上的天线就是这个 它负责接收遥控器发来的指令 你看这里有根黑色的线 就是天线连到接收机的线 接收机再把指令发给飞控 飞控来控制电条 全称电子调速器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简称ESC 我说到哪了 对对 飞控通过控制电条 来管理分电板输出给四个马达的电量 从而控制马达的转速 来让飞机完成相应的动作 意思就是呢 供电量越大 它转的就越快 当然这四颗是分开独立控制的 最后就是机架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以上所有的东西全部连接起来 所以机身里这些东西也都搞明白了吧 分电板飞控图穿接收机电条马达 当然除了这些必须的东西呢 你还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装一些风鸣器啊 GPS啊等等的 当然如果装气 炸之类的啊 理论上也是可以达到的 好大家如果对穿越机的构造和原理呢 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对穿越机和影片制作有兴趣呢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吧 就是现在我在等你 赶快点一下就行了 还有小铃铛 订阅了吗 嗯 谢谢 我是Vincent温修斯 我们下一集的穿越机系列再见 拜拜 都不是的 字幕提供